小羊小羊几点了 八点了 两点了 十点了 十二点了 没羊猜中我几点睡觉 我可以吃掉最接近一点睡觉的小羊贝尔 八点 可恶 下一轮我一定要猜中黑暗魔王的睡觉时间 把贝尔姐姐救回来 这次我报十点 千万别被猜中 不然我却要把贝尔放回来了 小羊小羊几点了 六点了 八点了 再猜错 姥姥又可以吃羊了 我猜十点吧 一定要猜对 让黑暗魔王睡觉啊 可恶 居然被猜中了 我还报十点 小羊小羊几点了 十一点了 十二点了 一点了 三点了 哈哈 果然没猜中 这次小羊白雪最接近十点睡觉 啊呜 啊 不可白雪姐姐被吃掉了 只剩两轮游戏一定要全都猜对 白雪姐姐才能回来和我们一起逃跑 这次我还报十点 小羊小羊几点了 黑暗魔王不会报三次十点吧 我试一试 十点了 啊 嘿嘿 太好了 只要最后一轮也让黑暗魔王睡觉我们就能跑掉了 哼 这次我报六点 要是最后一轮他们都没猜对我就能把小羊都吃掉 小羊小羊几点了 十二点了 一点了 五点了 大家都没猜对 我报六点还是七点呢 小朋友你们能告诉我吗 小朋友们都说是六点我就报六点吧 爹 我们终于可以跑了 那黑暗魔王怎么办 他醒来还要抓我们 我们去找乌伯伯 乌伯伯 黑暗魔王睡着了 你快让他清醒过来吧 什么 自从黑暗魔王被老狼咬了一口 就以为自己也是老狼 好 我这就去救他 小羊小羊我来了 黑暗魔王不应该睡六个小时吗 是小朋友们帮你答对的 所以 我只睡三个小时 快告诉我几点了 不把你玩了 乌伯伯 快点告语吧 我可不想再装小羊 被黑暗魔王玩了 乌拉乌拉 黑暗魔王醒过来吧 别看我只是一只羊 绿草因为我变得更香 他就以为自己是羊了 小朋友们喜欢这个视频吗 不要忘了点赞关注哦 下期再见